嗨小唐小唐 哎阿隆哥 哎呦你们 哈哈哈哈 大过年了 你不回家过年了吗 公司同事都回去过年了 公司里面没人 你就向我来指办 你被留下来指办了吗 对 你这是在干嘛 我就是准备加点菜 明天拿去卖 这孩子谁的呀 谁的孩子 这孩子我弟弟的 这我提孩子 弟弟的孩子 看见好乖呀 孩子也在哭 天快黑了 我们回去吧 我们回去吧 弄完了吗 差不多了 那我来背吧 我来背 不用不用不用 小唐 你这是在做什么 我在给你做石墨豆花呀 石墨豆花 就是用石头磨出来的吗 对 用石头磨出来的 对 它的墨就是石头做的 那会不会很脏啊 那一年的雪花飘泊 没花开 石头 不会啊 怎么会呢 我那个石墨是洗干净了的 哎 你帮我给你买的这个手表给戴上了呀 对呀 一直戴着 谢谢你 挺好挺好挺好看的 谢谢 没有没有 不用玩 哎 小唐 你手上戴的这个戒指 是不是就是凡哥买给你的 对 我有个小要求 怎么了 就是 你能不能把这个戒指 收起来放着呀 就带我给你买的那个手表就行了 我觉得不太好吧 很多网友跟凡哥都说了 要戴他的手 要戴他的这个戒指 嗯 这个没事的 你 就一个小要求 你能不能把这个戒指 取下来放着 安哥 那这个 我回头 问一下凡哥好吧 没有我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啊 只是 怎么怎么说呢 是 好吧 我回头问一下凡哥好吧 嗯 行吧 行吧 哎好 吃饭啊 随便吃 好 谢谢啊 我不是 我看你有点饿了 我还煮着香肠 然后你先吃一点吧 嗯 香肠一会再吃 来啊咯 嗯 这个是什么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玉米吧 嗯 好吃吗 呃 我就特意特意做给你尝一下了 呃 先先先 你能不能吃得惯 我试试 嗯 我尝一下 嗯 好 小唐 家里面有没有面条 啊能不能给我煮一碗面 不要说谁是谁最感情少于疼 好久没吃面了 今天突然想吃一碗面 可以的呀有面条的 但是 我面条是 那个一包一包的 不知道你能不能吃的 嗯 没事没事 就那个就可以 没事 那我去给你煮面哈 那就麻烦你了啊 没有没有 安哥 嗯 小唐 我面煮好了 你进来吃面吧 嗯 好 谢谢啊 不谢不谢 小唐啊 嗯 嗯 我刚才仔细想了一下 什么 就是 刚刚我叫你把那个戒指 取下来放着嘛 嗯 你说的就是凡个送我戒指嘛 嗯 对 我刚我刚才仔细想了一下 其实 也没什么必要 而且呢 我又以什么身份 来要求你这样做呢 本来我最看重的 也就是你随心随性 随情 的这样的一个人生观 是吧 嗯 其实 看你心情吧 啊 嗯 无所谓 你要是 觉得戴着舒服 喜欢戴着 那就戴着吧 也没有必要问反歌 我只是刚刚才我只是我提这个要求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其他意思 我只是觉得作为年轻人啊 嗯 戴着手表 又戴着这个金戒指 穿金带银的这样 总是有点太过招摇了而已 嗯 其实没事 你不用问问反歌 嗯 没事可以不问 只是反歌一直都让我戴着戴着 要不然我觉得我也 其实我也戴不习惯 那那个啥的话 我可以把你买的手表跟 跟反歌买的戒指 我都可以取下来放着的 没事没事 嗯 你们要觉得就是说看着不舒服 或者说 或者说是 呃有什么不方便 或者怎么样的话 没事 我完全可以不戴的 我戴着 真的是很不习惯的 没有没有没有 其实只要你喜欢怎么样都行 啊 真的没事 那好吧 嗯 小唐 啊 那你先忙 我故事还有事情 反正我在这里也帮不上什么忙 反而爱小爱脚的 嗯 我就先回去了 啊 那你要是忙的话 你就先走吧 嗯 只想用鲤鱼一起在碎归 哎 小的 小的 哎 安安跟你来了啊 今天卖的怎么样 你是来买菜的吗 我打算来买一点点 我一个人吃不了多少 今天卖的还可以 比往常好多了 这大过年的 基本很少人去来卖菜 你今天是几点钟几点钟下来的 我出发的时候五点多 五点多这么冷的天 这么拼干嘛 没有办法呀 那你去医院里面看手没有啊 还没来到那去呢 然后最近的话就结婚了太多朋友了 买给你们 啊 这些 大爸干不在结婚了吗 然后到处去 回家 然后现在的 你对你自己的身体也太不上心了吧 来一次 我现在想的是没有办法 妹妹马上要结婚了 家里面 房单被捕了 这些都特别的旧 我想着 过来 卖一个菜 然后给妹妹 买个 新的房单被换一下 让妹妹 请念一点出价 我不想到时候过来接亲的 看着 小达 嗯 小达 你吃早餐没有 没有呢 嗯 没事一会儿回去吃 那那你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没事一会儿回去吃 你等我一下 给小达 给你买的早餐 你跑去都买早餐了吗 随便吃一点吧 垫一下肚子 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自己要保自己照顾好 就你自己吃吧 不用不用 我已经吃过了 我已经吃过了 你拿着吃吧 拿着吃 谢谢 谢谢啊 小达 要不我带你去看 看一下手吧 我菜也没有卖完了 而且今天 的话 暂时去不了 我一会儿看一下钱 看下能不能 凑够给妹妹 买一个 房单被烫 嗯 行吧 主要是 好像 我带你去 好像也 不是那么合适啊 谢谢你 哈哈 你不是要买菜吗 嗯 我只能买一点点 因为我一个人吃 吃不了多少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撑一下 撑一下吧 不用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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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一下 撑一下 那么辛苦的 这不值钱了 你拿去吃吧 没事 那我不客气了 谢谢啊 小达 不用谢 你拿去吧 好 谢谢啊 有点冷 你回去吧 你回去吧 哎 小达 小达 哎 阿龙哥 你不是走了吗 你怎么还没走 刚刚忘记问你了 就是小妹是多少号结婚来着 啊 你专门跑回来是问这个的 嗯 对 呃 那个是24号 24号 对就过两天 这么早 太突然了吧 对 没有对 挺突然的 他前几天去伤亲 然后 就直接就结婚了 怎么又是这样 啊 之前你表妹结婚的时候 好像也是这样吧 对 没有办法 我们这边都是亲父母的 然后 呃 媒婆来这边说美 然后 就是 反正就是媒婆来说 就是 我们都要亲父母亲 来 自己的言语 啊 你们这个习惯 我也是无能为力啊 等一下 这个中间弄的 他不是 家月 家月 他们都能过去 嗯 那就这样吧 小达 我先走了 啊 拜拜 行 拜拜 你们走哈 拜拜 太冷了 你先回去吧 拜拜 行 好 嗯 哎 小堂这边的风水习惯就是这样 虽然我极其不赞成 但是 我也帮不了什么忙 还是去给小他们们 选个新婚礼物吧 哎小堂 在忙 哎 阿翁哥你怎么突然上来了 不是说小妹要结婚了吗 我昨天跑去给她买 买礼物去了 然后过去 买什么礼物的呀 过去找你的时候 你就不在了 我可能去给小妹买那个床 张飞跳去了 你看 嗯 怪不得 怪不得 你先来玩就上来玩呀 你不用带礼物的呀 你帮我看一下 小妹会不会喜欢 给女生买东西 我也不会呀 真的不用的 你帮我看一下吗 买都买了 是吧 那好 那好 谢谢啊 嗯 这怎么弄的 哦 哦 对 我 你这个是金的吗 哎 也不管什么钱 他让你破费了 不用 没有 就一点 一点心意而已 但是我不知道小妹会不会喜欢呀 妹妹肯定会喜欢的 谢谢你啊 阿乐哥 喜欢就行 喜欢就行 你每次来都买那么多东西 没有 而且又这么贵重 一点心意而已 啊 嗯 那我亲妹妹手下 谢谢你啊 嗯 不客气啊 阿乐哥 啊 你进来家里面坐 我给你做饭吃 哎 行 可以 我先这附近随便逛逛 看一下风景啊 一会过来 那谁 那我先回去给你做饭啊 嗯 行 好 好 辛苦了啊 小糖 没有 你自己过来啊 一会儿 哎 小糖 啊 你怎么又杀鸡啊 嗯 没有 你不是给妹妹买那个结婚礼物吗 不是 随便就杀个几个旗下 那不是应该的吗 杀鸡大可不必啊 没有 就当了 就当你来跟我一起抱你啊呗 那 那 那又让你破费了 没有 没有 谢谢啊 没有 没有 哈哈 有这个